疫情打乱了生活方式 但是跨境的执法依旧是没有松懈 刑事局和日本警察厅联手破货 在台设立的诈骗机房 嫌犯假冒快递公司 谎称包裹里有违禁品 要求被害人汇款 而且专挑旅居日本的华人下手 不法的获利将近台币600万元 特勤人员全部武装破门攻坚 因为警方掌握情资 这里设有诈骗机房 嫌犯见远警进门吓得爆头蹲下 但包含无姓在内的13名嫌犯行径狡猾 不只狡兔三哭 还要求被害人保密 嫌犯假冒国际包裹公司 谎称被害人包裹内有违禁品 在以大陆公安和领事馆人员要求汇款 而且专门锁定日本澳门等旅居华人诈骗 不法所得近600万元 台日警方跨国合作 成功破获跨境诈骗机房 无姓主席平凡搬迁化物机房 躲避警方查器 还专挑海外人士下手 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还是遭警方破获 避免更多无辜民众受害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一年一度的台北士林国际文化节活动 今年在儿童新乐园登场 不少家庭趁着疫情趋缓出门来放风 现场除了可以欣赏世界各国的传统歌曲 舞蹈以及音乐表演 舞台旁还有文创试集 以及游戏摊位 让大小朋友体验丰富的 有趣的异国文化 六位嘉丽身着亮黄服饰 带来史瓦蒂尼传统舞蹈 为士林国际文化节活动 揭开序幕 紧接着登场的是 印尼传统乐器表演 悠扬逐运旋律环绕 一扫疫情阴霾 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士林区工所年度甚至 士林国际文化节活动 今年选在儿童新乐园举办 除了可以欣赏世界各国传统歌唱 舞蹈及音乐表演 舞台旁还设有文创试集 与游戏摊位 让大小朋友体验丰富有趣的异国文化 我们每年举办的大概都是 从族群的一个多元文化 比如很多外国人来 还有新住民 还有我们外省市的很多朋友 都来到我们士林 来参加我们的国际文化节 这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现象 疫情好不容易趋缓 大伙终于能放心出门透透气 区工所把士林区独有的文教氛围 多元文化特质 透过国际文化节活动 让市民朋友认识自己居住的环境 也顺便增进各国之间的情谊 记者游商亭台北采访报道 根据最新统计台湾25到44岁的 试婚年龄人口当中 有高达43%的人未婚 为了帮助民众扩大交友的管道 台北市大安区公所 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透过室内和室外的各种趣味游戏 增加彼此的互动 希望找到有缘的对象 创造幸福人生 右手握拳放在头上 将心中的幸运数字用手比出来 看看是否心有灵犀 40位参加大安区联谊活动的单身男女 在主持人带领下 先玩小游戏 破除刚见面的尴尬 气氛瞬间快速升温 紧接着大伙来到大安森林公园 跳健康操 再进行红白大对抗 游游自然也让彼此互动更加深入 我们玩两个游戏 第一个是爱情伦敦 白萝卜敦 然后萝卜敦 敦的结果 到后来最后一名的就是优胜 另外又玩了一个叫幸福前夜 棒打老虎的跟鸡吃虫的 今天假如你没有被棒子打到 没有被鸡吃到 最后的优胜者 当然我们就可以再来送他一个精美的纪念品 帮25到45岁未婚男女找到另外一半 大安区公所乐当红娘 报名才开放没多久 就得到200多人热情回响 不过受限于疫情 只能用电脑随机挑选20对参加活动 大概15位是公教人员 那其他20几位 我们看从他的基本资料里面 行销业的比较多 平均年龄都大概34岁左右 女生都大概32岁 最大的我们看一下 也大概38岁左右了 与众议的伴侣陈霜拍照 留下美好歉影 在20对参加者当中 最后有三对宿扑成功 区公所也宣布 未来若顺利结婚 将会包个大红包祝福新人 让大安区成为有爱与梦想的幸福家园 介绍古参用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庆祝成立10周年 特别举办为原创基地节 并以疗愈之地作为主题 结合松烟水水剧场节 2021台北街头艺术嘉年华 共有131个跨界领域创作者 带来63件的艺术作品 以及138场的表演 带领民众一起为旅行 香烟 棒球场 标语 利用纸雕线条的出戏 刻画出一幅幅不同的故事 年轻的纸雕艺艺术家陈若涵 在松烟古色古香的三米三窗户上 截取松山烟厂八十多年的记忆 回味过去员工以厂为家的故事 透过光影的折射 打造一条历史长廊 到底以前松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所以我就把松烟1937年建立以来 这个烟厂的故事 透过就是指标的方式 把故事细节跟每栋不同建筑物 比如说它可能是企业的 它可能是理业的 那它可能是以前就是这里的员工 他们的小朋友在这里长大的画面 也都把它刻画下来 松山文创园区庆祝成立十周年 以疗狱之地为主题 规划为原创基地节 联手松烟水水剧场节 并且结合2021台北街头艺术家年华 19位艺术家 112组表演的团队 共创63件的艺术作品和138场的表演 从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16号 要让民众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疗愈 然后经过到144天之后呢 开始已经疫情稍微微解封 所以我们就认为想打造一个疗愈之地 那希望说透过创意跟艺术来疗愈大家 2021为原创基地节 共有三件户外艺术装置作品 一档羊毛毡展展览 在开幕仪式上 更利用AR多媒体艺术的结合 以动画呈现原型黑胶乐谱图像 也让民众从手机就能下载 丰富视觉享受 记得长得花 才报报到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